玉璃镇协天宫三十号举办了 庆站中原普渡法会 县长许正位清零主绩 与协天宫董事长等人 虔诚的向前程祈求 庇佑花莲风调雨顺 和敬平安 玉璃镇协天宫三十号举办 庆站中原普渡法会 县长许正位清零主绩 与协天宫董事长等人 丞相祈求庇佑花莲风调雨顺 和敬平安 真的是很神奇 颱風越来越越往南移 但是现在的声音现象 也让虽然颱风没有进来 但是很多的雨水会带进来 我们也要谨慎小心 小心阴影 所以这位也要过来看 玉璃高僚大桥和轮天大桥 现在正在开始复建的工程 上礼拜一轮天大桥开始进场 那礼拜五高僚大桥开始进场 那这位也要看看这个雨量 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进场的工程程度 那有信仰让我们心中更安定 然后说这个身体要要骨骂 要骨骂我们才会健康 那心要静 静下来才能做事才能很好的思考 法会现场布置庄严肃穆 现场徐真为情心祈求 庇佑相亲平安 并且表示感谢携天公 办理中原普渡法会 为相亲祈福祝导 许多信众跟地方绅士都前往法会现场 遵循鼓励 免乡前程拜拜 一同护佑花莲和近四十无灾百业省望 记者高松霜 一同玉璃剑采访报道